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分手吧 从今以后 我要的星辰大海 我自己负责 王居安与陈怡婷 在欧洲共度的三年 留下数不清的回忆 读不下去 太烂了 写的 没有人让你关心人家的文笔 上面有人说 据知情人爆料 你们将会在年底内结婚 那肯定不是真的呀 苏莫小姐 这是绯闻 武风捉影的传言 十个里面未必有一个是真的 不理她几天就过去了 理她反而没完没了了 既然是假的 那是不是有必要去澄清一下呢 免得别人误会 陈怡婷是你的女朋友 澄清肯定是要澄清的 不过这个报道刚刚出来 我就忙不迭地去撇清关系 这不是在打人家怡婷的脸吗 会有很多流言蜚语 说她自作多情 那她就是自作多情啊 我希望你去澄清谣言 而你现在只管别人的面子 不顾及我的感受 对 不过虽然她是自作多情 但是这不光是面子问题 你想啊 如果我现在出来澄清 你就势必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你知道这些八卦记者 多喜欢这种三角恋情吗 到时候你的陈年旧事 就会被挖出来仔细研究 你什么都不说 默认现在的暧昧状态 别人才会认为我们是三角关系 等你承认我是你女朋友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我是第三者 破坏了你们两个 你相信我这件事情 适合低调处理 不要去碰这个热度 再等我两个月 上一次你告诉我说 两天就会宣布我们的关系 这一次又是两个月 下一次是不是要两年啊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这才多长时间啊 你说得好像我委屈了你一辈子 当陈怡婷来向我挑衅 当所有人都认为 我不会陪你走到最后 甚至连我的父母 对我们的关系都忧虑忠忠 在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动摇过 因为我认为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 任何的困难和问题 我们都可以战胜 可是今天我开始怀疑 符合你的那套行为准则 也许比感情更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 树立良好的形象 可以让安胜的股票上涨 而我要的只是一份纯粹的感情 难道我就不想要一份 纯粹的感情吗 大家都是成年人 应该学会无视宠闻 绯闻 你实在说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一开始我就和你说我们不合适 是你的热情感动了我 让我觉得外在的条件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两个人的心要在一起 可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我发现 这一切慢慢地都开始变了 我以为我很了解你 可是我是从别人的嘴里才知道 你根本就不想结婚 我以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可是你跟陈怡婷 一起去法国的时候 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为 我才是你终生伴侣的唯一选择 可是当今天有人认为 陈怡婷是你女朋友的时候 你却也无所谓 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解释过了 为什么要把他们 放到一起来数落我 好像我在费尽心机地套路你 在骗你 难道我做的努力 你都没有看到吗 我看到了 你在努力我也在努力 所以你累我也累 看来我一开始判断的没有错 我们之间差距太大了 不合适 分手吧 从今以后 我要的星辰大海 我自己负责 我自己负责 不合适